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妈 妈妈 爸爸说了 他今天要带我们吃火锅 他说了 菜品面一起吃 你昨天去你爸那儿玩得很开心 他做什么了 我和爸爸搭了积木 还写了作业 还要和爸爸一起扎球门网 还和爸爸打扫了卫生 你又打扫卫生又扎球门网 你不累吗 除了写作业 别的都不累 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啊 所以才不累 这是爸爸跟你说的吧 对 爸爸还跟你说什么 他说他开俱乐部 是为了让别的小朋友也可以找到快乐 还可以锻炼身体 对了 今天你去爸那儿呢 帮我把这个送给他 就说是妈妈送给他的礼物 好好看啊 是不是妈妈生气得更好 嗯 快进去 老婆 第一楼 苏醒 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 你听我给你解释 不是你看到的这样 老婆我知道这确实很尴尬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 妈妈今天有事 你留下来跟爸爸一起玩 老婆 爸爸 妈妈说 这是给你的礼物 说是给你设计的海报 儿子 你先替爸爸拿着 然后过去跟哥哥玩 爸爸去找妈妈有点事 等会儿就回来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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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别走 你听我跟你解释 你刚才看见真的是误会 任何一个正常的妻子 看到那一幕 都不可能不做联想 是是是 肯定是这样 但是你想想 从我们恋爱到结婚 我什么时候在男女问题上 出现过偏差 你得相信我 就算我相信你对子宁没有想法 你敢说她刚才对你做的一切 你没有责任吗 是 我肯定有责任 可是我一直认为子宁 是因为教育的问题 在感情观上是有偏差的孩子 所以我就希望能找个机会 能给她一些正确的引导 结果她到了 居老婆来工作之后 我就一直没找出合适的机会 但是你相信我 我一直把她当晚辈 就如你所见 她是把你当长辈吗 你过度地关心 给了她一种错误的信号 你明白吗 是是是 这个确实是我的不对 还有 还有一个错误 我要向你承认 就是这些事情 我应该提早地告诉你 如果你早就知道这些事情 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发生 就不会让你跟儿子看到 这种干的大的场面 你确实该好好想想 该怎么跟儿子解释 还有我们以后怎么面对 何景华一家人 我今天有事 你带好喜欢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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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 总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误会 所以 希望 你相信爸爸吗 相信 爸爸你说过 我们是男子汉大丈夫 不要让着女生 对不对 而且还要主动道歉 爸爸 你要尽快和妈妈主动道歉 尽快和好 爸爸 一定会想办法让妈妈原谅爸爸的 希望 给爸爸加油 爸爸加油 爸爸加油 加油 爸 你怎么来了 这话我还得问你呢 我刚接完客户 从上路过看到你在这儿 怎么 又吵架了 有那么明显吗 我是过来人 这个冷战是一个什么情况 我还是比较清楚 不跟你说 以前我跟他呢 也冷战了 时间还挺长 但是我们从来没提过离婚 可能是不甘心 或许也是为了孩子 直到有一天 他买房子了 这件事情 我竟然是从别人那儿听到了 后来我就想明白了 你想明白什么 我觉得啊 城市太大 人生太长 婚姻是什么 婚姻无非就是在这 慢慢的人生道路上 有一个人能跟你牵着手 有声有量的一个伴 高兴的时候呢 大家一起开心 那有难的时候 大家可以互相绷衬一下 如果说两个人连沟通都没有 你说这婚姻还有什么意思 离婚 真的那么容易吗 苏姻 你要说是以后怕离了婚找不到伴侣的话 我可以作业大大的备胎 你别在这个时候跟我开这种玩笑 你看我是认真的 我也是个正常男人好不好 你说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好 关心她 难道只想做她的闺蜜 你看 咱们俩现在不就是挺合拍的吗 你所有的项目我都认可 我可以为了你的项目付出 对不对 你呢 把你内心的一些想法 你也愿意跟我说 我相信啊 有些话你可没给你老公说 我跟你之间啊 只能是工作和朋友关系 没有其他这个 看来我们之间要走的路还很长啊 真的不给你点儿机会 如果我还是要谢谢你 起码你在我最困难的事帮了我 给了我一份工作 行了 我先走了 有什么工作上的事情需要找我 你再打给我 子宁回来了吗 子宁没回来呀 我给你打了多少个电话 你怎么不接电话呢 我这手机在哪儿呢 没听见 远远呢 你爸陪着呢 行行行那我再去找子宁啊 盈盈脾气剧 你一定好好跟她说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她有事回来了 您给我打电话啊 小心啊 你别打电话啊 回来呢 你怎么这么晚呢 那个 还有她睡了 她 她很担心你 她很担心你 我也睡了 我确实错了 喂 你有什么事找我说 别来骚扰我老婆 我女儿不见了 你有没有她的消息 你快帮着忙去找吧 我在家看孩子 有人找着了吗 找着了 蒋伯现在应该跟他在一块呢 我还以为你都睡了 你就等一天再来洗澡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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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要我跟孩子睡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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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早饭我都做好了 来 快吃吧 不用了 我们来不及了 等一会儿在路上给他买点就好了 那要不然把汁都带上 我送你们 反正也顺路 不用了 你先走了 反正下面趴火汁 希望 希望 你快点 那晚上 反正俱乐部如果要留人的话 你可以不用回来 来 好 那我先走了 在这儿 爸爸 你不要闹 我眼睛有点不舒服 你眼睛怎么了 我看看 干吗 干 痒吗 痒 疼不疼 疼 我给他先点点眼药了 我不要 老婆 你先别着急 要不然咱们上医院吧 好不好 你先别紧张 咱们到医院看看大夫在做 一会儿上医院 你先点点眼药 我不要 我不要点眼药水 我不要看医生 我不要点眼药水 来 看看 你们一起陪我就好了 爸爸 你不要走 你走我眼睛又不舒服了 你是不是真的 来 妈妈看看 爸爸 要不然我们就陪他一天吧 今天就 就今天一天 你眼睛是真的假的 好吗 行 爸爸妈妈今天陪你玩一天 好吗 嗯 好 爸爸妈妈 你们不要骗人 你们不在 我就会害怕 好 你坐好了 帮好安全带坐回去啊 嗯 确定不用去医院看看吗 我看他挺高兴的 咱就在观察观察 咱们一家人 也好久没有出去玩了 咱俩也 也好久没约会了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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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眼睛是不是好些了 你要让眼睛有脸干啊 痒啊 你跟妈妈说 妈妈给你擦眼药啊 好 来 你坐好 注意安全 看来咱俩 比大夫厉害 是不是希望 嗯 你放松点啊 爸爸给你放首歌去 好 好 没想到 儿子竟然用装病的方式 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 看来我们真的要好好检讨一下了 检讨是肯定要检讨的 但从另一方面讲 儿子没事 这咱们俩心里就踏实了 还有就是 希望真的长大 不管怎么说 希望会怎么做 都是因为我们给他造成的压力太大了 所以首先我们自己要开心起来 要让这个家快乐起来 小孩子才会轻松 才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 要想让这个家快乐 从根本上来说 她也就会是不成功的 带来 我应该是不成功的 理想里面 有点准备 我现在是不成功的 展覇 我们私是有点准备的 我现在在这边 我不是有点准备的 不成功的 我现在有点准备的 我现在找到我 我现在就没那么多好 我现在找到我 这个家快乐的 所以我现在想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婆 怎么样 再给你道个歉 对不起 子女的事确实是 是我没有处理好 伤害了你一个孩子 你一定要原谅我 不光是这个 现在弄得咱们两家人这么尴尬 思源她爸也挺郁闷的 听说都离家出走 这都是我的不对 我们以后跟他们家 就这么一直尴尬下去吗 我来想办法吧 就别操心了 我去解决 坏着心别跟他们联系了 免得招惹不必要的麻烦 以后再找机会吧 妈妈 这里是放训练器材的地方 爸爸跟我说 像是棒球啊 桃这里的足球 我们跟那些篮球啊 都是可回收的 还有 慢慢过来 桌边 是健身 放这个扇器材的地方 老婆跟我说运动啊 是不能立马洗澡的 他不能会给你摸手的 是吗 对 我知道的真实哦 我就是爸爸教你的啊 对 那是跑步机 就是 就是划传机 对 老婆这些技材啊 都是我租了的 而且呢 他们还负责维修和保养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省掉 一大部分的成本 我们也跟供应商 捆绑啊 互相宣传 这样 可以扩大一下 我们的用户区 另外这段时间 我认真地研究了一下 那个 叫空间分享的论坛 在工作上不忙的时候 我就把那个 那一半的球场 都可以租出去 让他们拍广告啊 或是短视频什么的 还有以后呢 我会做一对一的线上教学 这样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到我们家里 我让你们辛苦了 没看出来啊你啊 这段时间买霸当得不错 这老板当得也不赖啊 看你这么努力 我要是不支持你 那也说过去了 这样吧 我给你推荐一个 好的草地供应商 让他们给你拿一个 最低的折扣 再送你们的那种方法 真的 谢谢了 好 爸爸 妈妈 你们以后不吵架了吗 你们可以永远这样了吗 那你以后 能不能都眨眼变了吗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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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 孩子 听爸爸说 爸爸知道 你是不想让爸妈妈 担心你 对吧 但如果你用撒谎这种方式 我们只能更担心你 知不知道 对啊 你看你那天假装生病 妈妈多着急 多担心你 是不是 爸爸 妈妈 对不起 我想我要是真的生病了 你们又在陪在我的身边 不会分开了 我们本来就不会分开 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在一起 对不对 嗯 我知道了 我们是一家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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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一家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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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好多汗呀 你快点拿指巾给他擦一下 快 好 我去找我去 下来 小心啊 快点 快点啊 其实有件事情 我想跟你谈 之前沈子浩 刚表白了 所以以后 我跟他不会再有 第一个生人交情 你看 超纯 我想到了 但是你能主动跟我说 我还是很感动 为什么 说我想到了呢 因为我老婆这么优秀 会有一千一万个 沈子浩排着队 等着向我老婆表白 如果有一天 你接受了他们的表白 那只能说明 是我做得不够好 你不吃醋吗 你这么大方吗 我吃醋啊 那你为什么不表现出来呢 我 我真的 我现在一张嘴说话 你没闻见醋味吗 我不表现出来是因为 我这个人深沉 喜怒不形影色 我会不找到我 你对你说 我提起了 你是会 你其实我找到你 你不要 你去哪里 你咱俩办这个 好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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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为你和希望遮风唐雨 让你们安安心心 再跟你说件事 还有谁想你表白了 你是不是敢着今天 把所有对你表白过的人 都说一遍 行 但我不告诉你了 你说吧 你好 好 我还是去看看吧 别去吧 就把自己来试试吧 跟他有什么样 爸爸妈妈 你们看 我的校服好看吗 特别帅 妈妈 以后我每件事就都要自己做 自己截被子 穿衣服 洗澡 刷牙 做功课 你这小炒饭也自己做的吧 嗯 嗯 妈妈 你教我的 孩子真的长大了 真的 就是个小大人了 宝贝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一个新的起跑先生了 爸爸妈妈永远是你的拉拉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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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妈妈永远给你加油主 好吗 嗯 好 但是 但是 我不要一个人跑 我要和爸爸妈妈一起跑 可是本类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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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加油 爸爸 你鞋盘开了 哎 这就是 今天爸爸啊 哎 哎 你小子怎么偷袭我啊 等会儿把我系上鞋带 哎 不要偷袭爸爸 哎 哎呦 哎呦 你是不是长胖了 啊 以前记得扛你没这么重啊 你小心点啊 没事 放心吧 哎呦呦 你行吧 好一点的 哎呀 哎呀 哎呦呦 哎呦呦 哎呦 哎呦 哎呦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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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巧好巧 好巧呀 快点抱抱你这好兄弟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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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秀妈妈 之前因为我的不懂事 给你们造成了很多的困扰 今天 想郑重地和你们说声 抱歉 你希望妈妈 幸亏有你 上次你跟子莹聊完之后 她像变了你的人一样 哦 现在也报考幼师了 我相信啊 她以后一定能成为幼师界的尖子 没问题 不过还有我们家的蒋博啊 经过这次之后呢 也变了 好准备 现在呢是我们家真正的一家之主了 对对对 厉害啊 我回家以后我讲了算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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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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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啊 我跟你说现在特别的 真的啊 公司服服服有新人 对对对 我跟你说我们经过我们 这个方式的交易 现在 呃 又叫 加油啊 可以 跳 讲算的啊 啊 为什么 我都不能带一个小小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呀 为什么 儿子 爸好久没抱你了 爸抱你吧 好吧 你太忙了 来来来 上来上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是陪伴和鼓励 和他们一起快乐起跑 相伴成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